在世界上有很多新鲜的事情,就比如说在很多人看来,人吃羊肉是非常正常的事情,而一些凶猛的动物捕食羊也是再正常不过了,但是你有听说过,即使是植物也能够吃羊吗?它是一种会吃羊的树,可以自己抓羊吃,镜头记录下全过程。 就比如说在很多人印象中,往往都有一些食人树存在,据说这些植物是可以吃人的,而其中就有一种叫做食羊树,据说在国外还真有这么一种非常邪门的树,因为这种树的缘故,所以引起了当地牧民们的反感。 之所以会这么说,是因为这种树木可以把羊给吃掉,不过这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样恐怖,也不是直接将羊生成活剥了,而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活活地将羊给困死,据说它的长相就像是藤蔓一样,可以将羊死死地捆住。 而一旦有羊被捆住之后,就很难就此挣脱,如果没有人及时来救助的话,这些羊就会活活饿死。 虽然这个周期会非常长,但是在很多养羊的人看来是非常恐怖的,一旦稍有不注意,这些羊就会被吃掉,而且它们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损失,与其很多人在见到这种树木的时候,都会自发地将其销毁。 事实上在世界上像这样的树木也有很多,小伙伴们还见过哪些奇异的树木呢? 对此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怎么看的。